在本期视频中 我可以挖掘我的世界中的任何东西 小到岩浆 大致整个地球 那么最终结果会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就是岩浆 而我身上的这个就是方块停滞器 我可以用它 将任何东西都变成可挖掘的方块样式 像这样又积岩浆之后 我就可以徒手将它给拆卸下来 不仅如此 像水 空气这些都可以 虽然看不见 但是它确实出现在了我的背包中 接着我又对着村民尝试了一下 同样可以将它挖掘下来 并且还能当武器用 就连房子也不能幸免 甚至还能用它发射大量的村民 我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已经够离谱了 没想到连我自己也能挖掘 这就显得有些逆天了 但当我挖掘自己时 发现生命值会消失 凭借着好奇的心情 我又挖了一下 生命值再次复一 俗话说的好 吃一欠长一智 接着我就吃一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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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只剩下了一颗的生命值 此时也出现了新的任务提示 重新获得我失去的红星 第一步的目标就是云层 上来难度就这么高 而且现在的生命值可经不起折腾 正当我检查制作表时发现 我可以使用空气来制作云靴 在收集到足够的空气后 我便穿上了制作好的鞋子 它赋予了我踏空的能力 很快我就来到了云层之上 在制作出空气稿之后 我便开始挖掘云层 不知怎地 所有的云层被我的稿子给吃了下去 此时下一步的任务也出现了 那就是挖掘太阳 我对准太阳使用停滞器 就这样太阳实体化 我挖掘了之后 整片天空暗了下来 下一个任务就是挖掘月亮 当我收起太阳时 一份新的制作表出现了 接着我便用同样的方法 将月亮给收集了起来 随后更离谱的任务出现了 那就是挖掘星星 同时还给了我一把星空吸尘器 通过这把吸尘器 我成功将所有的星星收入囊中 并且还得到了一颗红星 现在天空一无所有 地球陷入了黑暗 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收集七只生物 首先就是一只佩奇 来到地面之后 我先将宇宙之剑给合成了出来 又击之后能发射宇宙之力 接着我便将佩奇给收入囊中 可以用它来发射泥土炸弹 下一个生物就是奶牛 它的作用就是发射牛奶炸弹 接下来就是抓一个小粉丝 我一路来到粉丝家中 将它给抓了起来 当我使用它时 发现还是一个rap高手 接着我又收集了一个铁傀儡 它的作用是将周边的一切生物 全放为鸡飞 而后就是苦力怕 小白 以及最后的坚守者 但坚守者 我没法直接将其收服 而是需要先将其削弱到一定地步才行 在我宇宙之剑的输出下 很快就收服了坚守者 并且还得到了一颗红星 而坚守者的能力 则是最为强大的 那就是向周围发射强烈的黑暗冲击 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矿井 来到这里后提示我的稿子需要升级 通过合成表的指示 很快就将岩浆稿给制作了出来 有了它的帮助 现在挖取方块真的方便多了 接着 我便将矿井直接挖掉了 但不料里面住着一位蜘蛛王 出来的一刹那 我差点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在与其拉开一定的距离后 我便转身用坚守准发动技能 挤拨下去效果显著 但由于冲击过大 导致洞穴开始坍塌 我侥幸逃脱 而蜘蛛王就没这么幸运了 紧接着 就是需要挖掘紫水晶 我来到洞穴后便开始挖掘 但不料 此时突然冒出了一位守护者 但他根本不是我宇宙之剑的对手 很快我就将其拿下 同时还得到了一个召唤小傀儡的道具 他能帮助我一同挖掘矿洞 接着 我便开始继续挖掘 但不料这一下直接将整个地底给挖它了 并且还发现了在底部的一颗红星 这场景真的太令人震惊了 随后 我又通过任务指示 来到了沙漠神殿 同时也解锁了一个新的合成表 通过配方 我合成出了一把结构稿 我对着神庙尝试了一下 没想到整个神庙都被我挖了下来 接着我又来到了传送门一记 没想到这轻轻一挖 直接挖穿维度来到了下界 接着 我便得到了传送门一记的方块 通过幼姬 可以将周边环境覆盖成地域样式 不得不说 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还是太危险了 紧接着 我来到了哨塔前 轻轻一挖 就得到了整座哨塔 但当我幼姬时 忽然召唤出了一个巨大的掠夺者 虽然不是很想与其交锋 但奈何人家紧追着我不放 最终 在我和小傀儡的进攻下 成功将其击杀 同时还得到了一把巨大弓弩 就是这发射出的弓箭 有点奇奇怪怪的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豪华的灵地釜底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到釜底前轻轻一挖 突然间 釜底活了过来 并对我挖它的行为 感到十分的愤怒 于是我便用刚拿到手的弓弩 开始对其发起进攻 看来也只是须有其表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我给解决了 但这次只得到了一颗木质的豪宅之星 下一个目标就是珊瑚礁 我来到海底 直接化身清理大师 一下就将整片区域的珊瑚 给清理一空 在将九片区域的珊瑚清空后 合成得到了一把全新的海洋岛 当我又及时可以发射一波小海啸 随后 我又将目标放在了沉船处 没想到这次挖掘 竟然召唤出了一群海盗 虽然有些震惊 但我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并迅速将其解决 随后得到了一个寻宝罗盘 通过指引我找到了海盗们的藏宝地 在这里得到了一部海盗飞船 海盗帽 以及一把海盗勾掌 这东西可以无限牵引自己 现在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海底神殿 很快我就乘船来到了目的地 我对着神殿一挖 守护者表示没有家了 将掉落的神殿捡起之后 我便离开了 现在的目标就是挖掉海洋 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在迷茫一阵后 我随便挖取了周边的一个方块 瞬间弹出了一颗红星 紧接着 整片海洋都消失不见了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基岩 虽然我有些纳闷 但还是照做了 我落地拿起心脏后便朝着下方挖去 奇怪的是 我的确将基岩给挖了下来 而且还弹出了一个新的合成表 紧接着 我便制作出了新的基岩稿 我尝试用它来挖取虚空 但没想到虚空生气了 开始不断地吞噬周围的方块 反应过来的我迅速向上方搭去 就在此时 虚空突然停了下来 他表示想跟我做朋友 为了我们的友谊 他将一颗红星赠送给了我 好吧 既然是朋友 那我就不安你了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挖取整个生物群落 虽然感觉挺离谱的 但仔细想想 还是挺有趣的 接着我来到生物群落幼稽 这次需要一把新的稻子猜醒 而合成稿子所需的材料 在神秘森林之中 随后新的合成表出现了 在周围寻找一圈后 发现了一处被感染的丛林 我想应该就是那里了 当我进入森林的那一刻 突然出现了一只神秘的树精 将其解决后得到了合成所需的材料 看来是这里没错了 接着 我便在这片森林中集齐了所有的合成材料 随后便制作出了生物群落破坏稿 对着群落幼稽 得到了整片群落的方块模型 紧接着 一个新的合成表出现了 看样子 我还需要收集四个群落才行 通过任务目标指示 我一路将剩余的四个群系方块模型 全部收入囊中 随后 合成得到了一个奇怪的传送门 使用后 我来到了真空之中 在这里 有一个奇怪的地球仪 当我打落它后 整个世界开始发生震动 两分半后 我被传送了回来 通过这个地球仪 可以发射更加强烈的宇宙光芒 现在的下一步目标 就是下界维度了 在制作出传送门后 我将其打破 得到了一组的传送门方块 随后我发现 可以用它和群落稿合成 最终得到了一把维度挖掘稿 接着 我便来到了下界之中 我发现我可以将之前收集到的水方块 放置在下界之中 我来到下方后 第一时间开采了岩浆 瞬间整片岩浆湖消失不见 真的太爽了兄弟们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恶魂 我利用船长勾将自己牵引到空中 成功将一只恶魂给定住 收集后发现 不仅能连续发射火焰 甚至还能让自己飞行 随后 我又将目标对准地狱堡垒 挖掘后 掉落了不少的凋零窟窿 击杀后 能得到一个红心碎片 在得到六枚碎片后 我合成了一颗红心 现在就差两颗红心 就能完成使命 紧接着 我用维度稿 将自己传送到了墨地之中 来到这里第一时间 我就挖了墨地城 但没想到他也是有脾气的 可惜我的输出更胜一筹 很快就将其拿下 随后得到了翘翅 就在此时 我脑子一抽将墨地城给挖了出来 整座岛屿发生剧烈震动 而我也得到了一个墨地全岛的模型 随后 用墨地全岛方块 将自己传送到了墨地外岛上 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墨影龙 但我也不想打水晶了 我直接将整根黑药石柱 给连根拔起 但我们此行的目的 不是打倒墨影龙 而是收服他 于是 趁他栖息之际 我上前将其定住 就这样 我成功得到了墨影龙的方块模型 在本期视频中 我的等级 就等同于我的身体温度 反之 等级越低 温度越低 那么 最终结果会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开局 我就被困在了冰块之中 由于没有等级的原因 因此 我身体的温度为零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升级才行 就在此时 我发现了不远处的牛牛 靠近后 他就舔了上来 我想 这应该就是破局的关键 收集到了五头牛牛 接着 我来到了峡谷旁 就这样跳了下去 随我一同落地的几头牛 就这样阵亡了 而我也顺利得到了他们的经验值 虽然说打破了身上的冰块 但我们现在的状况 依旧不容乐观 目前的温度是一摄氏度 相当于33.8度 接着 我便穿上了背包中的羽绒服 虽然没多大作用 但最起码 看起来舒服多了 随后 我便返回到了村庄中 在沙漠神庙前 遇上了一位村民 他需要我 帮忙探索这座遗迹 并将里面的五枚宝藏硬币 交付给他 在简单制作出一些基础工具后 我便开始探索神庙 但我很快就发现 这里的结构 与普通神庙不同 在地下有许多的冰霜僵尸 为了不浪费时间 我便直接绕开了他们 去寻找内部的宝箱 很快就集齐了四枚硬币 但最后一枚硬币 始终找不到 无奈只好先回来交差 就在此时 神庙开始剧烈晃动 冰霜法佬感受到 有人窃取他宝物 便苏醒了过来 我想 这最后一枚硬币 应该就在法佬手中 接着 我便将之前收集到的 三枚冰霜碎片 合成了双支哀伤 回到地下后 很快就见到了法佬 经过几番交手后 我成功将其拿下 不仅得到了最后一枚硬币 还拿到了冰霜法杖 以及一个温度经验瓶 使用经验瓶后 我们身体的温度 来到了30摄氏度 甚至连身上穿着 都有了大变样 在将硬币交给村民后 我便前往了不远处的海滩 在一位村民口中得知 他们正在举办 沙滩之王的活动 第一个比赛项目 就是排球 接着 我就来到了比赛场地 在简单了解规则后 便参加了比赛 虽然刚开始屡屡吃亏 但在后来我掌握了诀窍 很快就拿下了 本场比赛的胜利 下一项比赛项目 是沙滩堡垒 这可就有点难办了 建筑方面 可不是我的强项 来到比赛场地后 对手直接掏出了 一座小型沙滩城堡 我直接愣住了 这我还有呼声的可能吗 不管怎样 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总比直接放弃要强 在收集完所需的材料后 我便开始了堡垒的建造 很快就搭建出了一个 村民头像样式的小屋 虽然和旁边的没有对比性 但在创新这一方面 我们还是略胜一筹 结果出来后 我的城堡被评委们打了零分 好吧 意料之内 下一个环节 就是海上冲浪 说到这个 可是我最拿手的绝活 很快 我便顺利拿下了冲浪比赛的胜利 并得到了沙滩之王的称号 得到了一副沙滩王冠 以及一个经验瓶 王冠直接给我提供了三颗星的血量 在使用完经验瓶后 身体的温度来到50摄氏度 而我也被热得全身出汗了 看来 我得找个地方 给自己降降温才行 就在此时 不远处冰冻的标识 引起了我的注意 接着 我便来到了里面的房间 在这里遇上了一位科学家 他需要我帮他收集一些经验 虽然很热 一会儿的功夫 我就收集齐了所需的经验值 将东西交付给科学家后 他便将我带到了他的秘密基地中 但没想到 这位科学家 是想将我当成他经验值的养分 既然你不忍 那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通过我冰霜剑的一顿输出 很快就将其解决 随后 他便掉落了一个巨大的水桶 我用他将这附近的水源收集起来 但没想到 这竟然全部是经验值 我喝下后 整个人已经开始有些融化的迹象 身体温度 也来到了150摄氏度 并且还得到了火焰冲刺的技能 当我从地底出来后 我发现 整个身体已经被融化了 我的四肢 也被不同的动物给夺走了 于是我便跟随提示 一路来到了一个村庄 在这里遇上了 拿着我一只手臂的苦力怕 为了拿回我的手臂 我得帮助他 做一些家务才行 好吧 眼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由于苦力怕的屋子不大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我就将它清理完毕 回来后 我拿到了我的手臂 但我并不能直接将它装到我的身上 我干脆也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直接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在这里遇上了一只幻翼 它嘴里叼着我的另外一只手臂 我见状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兵剑 就是一顿干 很快就将其解决 在拿回我的左臂后 我便开始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在这里遇上了一群小狗 狗子表示 可以将我的腿还给我 但条件是 帮它找回丢失的孩子 爱子心切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围绕的周围 开始寻找 很快 我便将十只小狗 将其带回 狗子非常感谢我的帮助 并将我的左腿还给了我 现在还差最后一条腿 就能回收完毕了 我跟随坐标指示 来到了一间屋子前 在这里有着一个雕塑家 通过交谈得知 原来是他的狗子 给他带回来的一只腿 因此他也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表示歉意 他愿意帮我重新塑造形象 接着 我便将我的四肢 放入了他的雕刻机中 但没想到 身后的雕塑家 瞬间变成了HIM 并告知 那是一部搅弹机 我生气了 对着 并就是一顿狠狠的输出 虽然将其解决了 但我更加不知所措了 慌患之下 我点击到了搅拌机 但没想到 我突然升级了 整个人变成了一个铁块 看样子 余生就只能这样度过了 跟随下一个目标的指示 我来到了一座村庄中 这次的任务 是制作一个蛋糕 接着 我便来到了面包店前 但没想到 这里有着许多的老鼠 我一路来到了里面 见到了一位巨大的村民 并在他口中得知 他缺少制作大蛋糕的材料 因此 需要得到我的帮助 好吧 乐于助人是一项美德 接着 我便通过配料表 找到了所需的鸡蛋 小麦 和糖 我将它交给了村民后 他还提出了一个请求 那就是让我进入蒸炉中 帮他制作蛋糕 虽然我有些纳闷 但我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 接着 我便来到了炉子中 但由于村民的失误 导致我变成了巨大的蛋糕 虽然变成了蛋糕 但总比铁块要来得强 随后 我便回到了村民身旁 为了表示歉意 他给了我一块惊艳蛋糕 吃下后 我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身体温度来到了1000摄氏度 并且容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甚至还拥有了飞行的能力 这看起来真的太酷了 可能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就在此时 我发现了不远处的一个村民 通过交谈得知 原来是村民无法生 因此 希望得到我的帮助 这当然没问题 都是一些小事情 正当我准备点火时发现 我解锁了一个新的被动技能 随后身上便冒出了一些火焰 我飞到上方 轻松将其点燃 村民十分感激我 并表示 他的一个朋友 也想要得到我的帮助 行吧 既然要帮就帮到底 接着 我便来到了他朋友住所 通过交谈得知 原来是他家的微波炉 坏了 需要我帮他将这些物品烧制一下 这就让我的能力 显得有些大财小用了 将物品烧制完毕后 便交给了他 但在此时 他又发出了请求 希望我能够帮他建筑一座房子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我还是照做了 很快 一座小屋就建造完毕 交付任务后 又得到了新的世界 那就是帮助一位名为鲍伯的人 调查一下他刚买的豪宅 听说在这座豪宅中 有闹鬼现象出现 一听我就来兴趣了 一身本领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接着 我便迅速来到了鲍伯的身边 通过交谈得知 他的家人们 被困在了豪宅中 于是我迅速冲入到了屋子内部 最终在一座密室里面 找到了他的妻儿们 但没想到突然间 整座豪宅突然起火 原因是我冲进来的时候 用力过猛倒置 于是 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 回到了鲍伯的身边 鲍伯看见 火势熊熊的豪宅 开始质问我 但他最关心的 还是他的孩子们 安不安全 我想 他们至少还活着吧 算了不管了 太溜 反正也得到了 任务奖励的经验评 使用后身体 来到了七千摄氏度 而我的身体 也变成金黄的颜色 看起来就跟太阳一样耀眼 就在此时任务提示 太阳那边出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用我的能力去解决它 这次的目标是 推翻旧神的统治 成为新的太阳神 接着 我便来到了太阳之上 通过与这里的 太阳村民交谈得知 他们的太阳神已经疯了 正在毁灭周边的一切事物 迫切需要我的帮助 说完他又给了我一把机动枪 随后 我便进入到了 太阳的核心部位 在这里遇上了 发疯的太阳神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把武器的伤害 超出了我的想象 很快就将太阳神给消灭了 随后得到了一副王冠 和一把太阳全杖 在核心的位置处 似乎还放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打破玻璃后 来到了内部 接着便得到了惊艳核心 使用后 身体温度来到了十万摄氏度 整个人也变得更加高大威猛 同时还获得了 能够发射太阳的能力 出来后 我迫不及待地使用了这个能力 一下子就将太阳砸出了一个大坑 现在事情解决了 我也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新的太阳神 是时候返回地球了 接着 我便来到了边界处跳了下去 回到地球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始召集我的信徒 但在这之前 我将刚才收集到的三枚太阳碎片 合成了一把火之高线 随后 我便用神杖召唤了一名大祭司 但还是差了点什么 于是我又在面包店旁 建造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信仰神殿 大祭司觉得这副建筑有损为严 于是他便自己建造了一座新的神殿 接着 我便开始召集我的信徒 我围绕着村庄 成功召集到了15名信徒 就在此时大地震动 我被传送到了冰霜墨地中 看样子 我得处理掉这条龙才行 起初我打算用机动枪 但后来才发现 双方都是冰属性的 造不成伤害 接着 我便掏出了我的火之高线 这次效果十分显著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就将龙给解决了 在吃下经验之后 我的温度开始止不住的暴涨 在我的世界中 进行生物进化 是种怎样的体验 今天我将从单细胞生物 通过生命进化 一步步成长 那么最终结果会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的我 就是一个微小细菌 进化点为零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目标 就是通过吞噬 比我们要小的细菌 进行生长 一口下去 就增加了两点进化点 这就跟大鱼吃小鱼一样 我得避开那些 比我要大的细菌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就是不断地吞噬 途中还解锁了 发射细菌大炮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的帮助 很快进化点就来到了200 就在此时 遇上了巨型病毒 当我将它吞噬后 我的身体开始进化 随后变成了一条鱼 但哪怕是鱼 也得接受后天的教育 于是我便前往了鱼族学校参加考试 虽然我是鱼 但我可是拥有智慧的大脑 很快便通过了此次考试 并得到了25个进化点 但想要进化到下一个阶段 就必须抵达550进化点开行 下一项任务 就是游泳比赛 这次的比赛很有压力 一位选手跟我不相上下 快要到终点时 我不小心撞了他一下 成功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下一个任务 就是找到隐藏的宝藏 不远处的沉船 吸引了我的注意 热心的剑鱼 还将它的鱼剑送给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在沉船附近 还有着一些海盗鱼 但对方鱼数众多 我根本不是对手 好在途中趁机拿到了一块地图 看样子是需要 集齐9块地图才行 于是我便开始了跟鱼群们拉扯 最终成功击杀 并得到了所需的地图碎片 合成得到藏宝图后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助人为乐 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了 食物上写的文字 你能忍心对同伴下怎样 文者伤心 听者流泪 但是它真的很香 随后 我便接到了寻找丢失小鱼的任务 在围绕着周边跑了一圈后 终于将十只小鱼找了回来 现在我已经拥有400个进化点 下一个任务就是捉弄渔夫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捉弄目标 竟然是HIM 根据任务提示 我将一只鱿鱼挂在了它的鱼沟上 当它拉回时 瞬间发生爆炸 拿到进化点后 我的身体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开始长出了四肢 我兴奋地朝岛上游去 抵达岸上后 我进化成了一只蜥蜴 为了生存 我得进食一些小虫子才行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捕食后 我吃饱了 是时候开始伪装自己了 要知道 在大自然中学不会伪装 可是很危险的 在简单地制作出一些工具后 我便找到了一个伪装大师学习 通过任务指示 我收集了一些海泥 制作出了一个海泥头盔 现在我的身上有了一层能够掩盖气味的泥土 第二步就是收集一些草木 来给自己外表进行装潢 通过合成表的指示 我很快就集齐了所需的材料 穿在身上 让自己更加融入自然 第三个任务就是建造一个房屋 通过伪装指南 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制造了属于我的隐蔽小屋 任务四 结交盟友 看来出来会没点视力是不行的 接着 我便收集了一些食用虫子 一路上开始不停地召集我的盟友 任务完成后 我也进化成了一头恐龙 第五项任务就是保卫我的灵骨 就在此时 一只暴龙出现在了海边 于是我拉上我的结盟兄弟们 一同攻击 龙多力量大 很快就将其击杀 事件结束后 身体变得更加庞大 随后便迎来了陨石世界 巨大的流星从上方坠下 爆炸过后我成为了一只老鹰 首要的任务仍旧是收集食物 只有填饱肚子 才能干其他事 九足饭饱后 下一项任务 就是开始制定软着陆的训练 我将目标方块放在了地上 随后跑到树顶一跃而下 精准着陆 下一步的任务目标 就是完成飞行路线训练 来到上方 倒计时结束后 我便起飞 训练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训练结束后 我也是彻底掌握了飞行的技能 下一个任务 就是寻找树炮 环顾四周后 我在不远处的地方 找到了大炮 又击后我被击飞到了空中 随后变成了一只猴子 现在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帮助族群建造家园 第一个建造的主题 就是汉堡 这东西我可太熟悉了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就制作完毕 紧接着 我便来到了第二家 这次的主题是香蕉 很快 我就建造了一个差不多的屋子 给它 希望它能喜欢 还好 勉强过关 最后一个家庭的主题是猴子 经过我一段鬼斧神工的操作后 房子也是顺利建造了出来 任务完成后 我发现了 站在不远处 一个科学制服的猴子 虽然很好奇 但还是任务要紧 随后我来到了任务栏处 在这里有两项任务 第一项 就是帮忙收集十根香蕉 这个并没有多大的难度 很快我便围绕着周围 收集齐了所需的物体 第二项任务 就是协助香蕉专家 我想 这个说的 应该就是刚才的那只科学家猴子吧 这次的任务 就是将它所培育的香蕉 变得更大 香蕉 你说的香蕉在哪 看来 我得收集一些骨头才行 正好在不远处 有着一群小白 此时 我发现我可以利用舌头 进行远程攻击 在极其所需的骨粉后 我便回到了实验室 长大到一定地步后 不长了 而专家表示 越大越好 因此 需要一瓶生长药水 随后 我便来到了镇上的商店中 这次需要十根香蕉 才能兑换一瓶生长药水 幸运的是 在不远处正好有不少 但为了以防万一 我多收集了几根 在兑换完药水后 我便将药水倒在了香蕉上 专家对此十分满意 下一项任务 就是学习如何战斗 找到并打败拳击冠军 随后 我就在不远处 看见了一个大星星 交锋几次发现 近战太吃亏了 于是我便用舌头 进行远程攻击 最终成功击败了他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 成为国王 接着 我来到了县国王的住所 在这里 找到了正在睡觉的王 从这里得到了一份计划书 看来想要篡夺王位 一些小手段是必须的 接着 我便来到了最大的银行处 一路绕过安保 偷偷将最珍贵的绿色钻石给拿走 随后 将它放到了国王的身边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便将这件事情 告知了外面的警卫 接到举报 很快国王就被带走 因此我也顺利坐上了王座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保卫家园 有30个机器人 入侵到了我的家园中 作为国王 可不能坐视不理 随后 我便召集了军队 前往目的地 很快 我们便将入侵者击败 紧接着 科学家表示 有事情要告知我 与其交易发现 能用10个机械人零件 兑换一个骨骼装甲 无物了 血肉苦弱 机械飞升 在收集完30颗零件后 我便兑换了一副装甲 成为了人员机甲 随后接到警卫举报 发现不远处 有一枚定时炸弹 通过警卫的指引 我来到了炸弹所在地 我信心满满的 来到炸弹前 然后它爆炸了 瞬间我被炸到了 机械城市中 而我也变成了机甲萌 通过任务指引 我找到了这里的天才村民 随后便接到了 收集散落零件的任务 很快 我便将这些零件集齐 任务完成 得到了500进化点 下一项任务 就是修理机器 通过诱击 我进入到了这块 被毁坏的机器内部 在这里发现了 大量的僵尸病毒 为了不毁坏内部设施 我小心翼翼的 将所有病毒清理完毕 现在的下一步任务 就是保护天台村民 有50位机械掠夺者 闯入到了城镇中 由于数量太多 我便开始发射导弹 这一下 把我卡得够呛 但同时也很快 就将掠夺者全部消灭 现在还剩最后一个任务 那就是 拿起传送枪 开启传送门 进入到下一个围部 通过指示 一道异界传送门开启了 进入后来到了末地 我的对手 则是这个机甲飞龙 龙与龙之间的决战开启了 对方火力十分猛烈 很快我就落入下风 就在此时 我发现 之前收集的香蕉 竟然附带金苹果效果 有了强力的后援支持 我重返战场 开始用导弹 进行火力输出 最终成功将其击杀 同时也得到了最终的进化